灰烫狼变成羊,混烫狼不仅没生气,反而对他温柔体贴,这可把他吓唤了。 流星爷爷许诺,最后这两个愿望不管是谁的,都会帮他实现。 第一个是灰烫狼的愿望,他希望身边总有羊肉吃。 第二个是喜羊羊的愿望,他想让灰烫狼体验做三天羊的感觉。 流星爷爷立刻把灰烫狼变成小羊,这样能同时实现两个愿望。 这下羊肉长在你身上,你的愿望不是也实现了吗? 灰烫狼变成羊后,竟觉得萝卜非常美味,还会不知不觉跟小羊们出成朋友。 他无比崩溃的跑回蓝宝,进门之前他担心小灰烫不要他这个变成羊的爸爸,又担心被灰烫狼一拼敌锅打飞。 结果这两件事都没发生,小灰烫狼很高兴,因为这样家里就有一只羊陪自己玩了。 灰烫狼闻到他身上的羊肉围,就不自觉的变得温柔,让他好好休息,还把晚饭包了下来。 到了半夜,红烫狼竟阴森地出现在他背后,想吃掉他,灰烫狼吓得撒腿就跑。 小灰烫狼和叶烫狼在野外抓羊,灰烫狼不小心中了陷阱,于是他们将其究极,假装其他恶狼只要吃掉变成羊的灰烫狼,让红烫狼去求小羊们帮忙。 等小羊们到达附近的时候,再将他们一网打尽,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 小羊们只能大喊流星爷爷来支援,可没想到灰烫狼竟发明反流星防护罩,把流星力量屏蔽掉,这下只能靠小羊们自己了。 小羊很聪明地挑拨灰烫狼和巫师狼的关系,接着飞烫狼也挑起灰烫狼和叶烫狼的矛盾。 灰烫狼现在是羊的体格,打不过七大恶狼,被板能无法动弹,这次他们要动真格,把他吃掉。 黄大狼想解救,却被向他狼一旋打飞,灰烫狼想要逃出去,必须跟小羊合作,他学着喜阳羊的方法说出很多碗事,挑起七大恶狼之间的矛盾,趁他们打成一团的时候,他救走了所有小羊。 七大恶狼突然反应过来,追着要把他们抓回来,灰烫狼依然选择留下了断后,虽然他很快就再次被绑住,但变成羊的时效,刚好结束,他一般的身体变回蓝,实力马上就变得不一样。 他有蓝的力量和羊的智慧,把七大恶狼全成一团,轻松送走了,喜阳羊和他的愿望都已经实现,他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